我们有请菲拉代言人菲拉Mix主理人张艺兴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来 欢迎艺兴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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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兴 来 有请 有请 哇 太开心见到艺兴了 来 欢迎艺兴 那么我们也先请艺兴跟我们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艺兴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个TME和菲拉 碳循环优雅生活的现场 也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 太开心了 我今天见到艺兴本人也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荣幸 谢谢 那首先我也替我们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来小小的问一下艺兴 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相信这是他们非常想知道的 最近我在筹备我的这个线下演唱会二巡 这个贝壳们一直在互换的这个二巡 这个夏天期待跟贝壳们在线下见面 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跟精彩 哇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哦 所以我们的贝壳们是不是都已经非常的期待了呢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开心有请到艺兴来到TME和菲拉 联手打造的探寻优雅亲生活的直播现场 那不知道啊 艺兴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活动场地和以往好像不太一样 是不是会让你特别感到惬意和放松呢 是的 现场非常的舒服 那就感觉像来到了森林一样啊 对 不仅仅像森林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身后特别像一个露营打卡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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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特别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啊走近自然 一起来露营放松一下身心啊 那其实露营呢也是我们当代年轻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当然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 所以啊 大家在放松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向往自然 想要亲近自然 那我先来问一问艺兴你有没有自己的解压方式呢 或者说放松的方式 解压一般用打拳就可以解压 然后那个平时放松的话弹钢琴啊弹吉他啊 然后做音乐其实都挺放松的 偶尔会跟贝壳在线上聊聊天什么的 嗯 听得出来我们的艺兴对于音乐真的是真爱啊永远不能放弃的音乐对吧 那今天呢既然说到了我们年轻人喜爱的这个露营生活方式 艺兴不妨可以回头看一看啊 其实我们今天放了很多露营的装备啊 我们也想来问一问艺兴 如果您真的要带一样装备出去露营的话 您会挑选什么呢 帐篷吧 对 要睡觉的 必不可少的露营工具是不是 对 那的确啊 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露营就是一种非常贴近自然的解压方式了 也很符合我们这一次探寻优雅亲生活的主题啊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互动的环节 要请艺兴和我们一起来完成 要不我们慢慢来坐下聊好不好 好呀 来 有请 请艺兴入座 好 那今天呢 的确啊 既然我们的主题是探寻优雅亲生活 所以呢 我们也要通过一道选择题 先来请艺兴和我们聊一聊 您心目中的探寻优雅亲生活的概念是怎么样的 我们准备了一个题板啊 它是选择题 有四个选项 A 节约用电 B 低碳出行 C 垃圾分类 D 以上都是 我选 A B C A B C 那就是D了 也就是D了 的确啊 看得出来我们艺兴也非常的幽默有梗啊 当然了 这一些都是我们低碳出行 低碳放松解压的方式所在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啊 这一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 力所能做的一些事情 可以真的让大家来做到低碳生活 是 好 那恭喜我们的艺兴也是 立刻就答对了啊 看来这个题目太简单了 难不倒你 对不对 是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践行低碳的生活态度啊 那前面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说 轻生活的方式 所以不知道一新 你在私底下 会不会有什么轻生活的小习惯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就一般如果你不在的时候 比方说从公司出来的时候 要记得这个随手关灯啊 还有这个关掉没有在使用的电器 然后就可以节约用电嘛 哇 的确 虽然这些是听起来 或者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 但是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 低碳生活 是的 那我们知道 其实一新在做菜方面也是 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那 主要师傅厉害 师傅厉害 跟着师傅学 然后现在自己也可以出师了 对不对 那而且 不敢不敢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自己做菜的话 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压放松的方式 会让你收获到满满的幸福感 那而且呢 自己在家做饭的话 还可以减少塑料的产生 因为我们就不会用到像外卖盒啊 塑料袋这些包装的用品了 对 那现在我们很多行业呢 都在推广和使用可持续性 以及可回收的材料 其实今天啊 我们一新身上就有我们和环保可持续性 有关的元素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 不妨可以来猜一猜啊 到底我们一新身上有哪些 我们可持续可以回收的材料元素呢 诶 我来看一看我们的弹幕啊 好 我看到弹幕里面大家都在说 哦 我们一新身上穿的这一些 肯定就有玄机了 诶 你们很聪明哦 的确 我们一新身上穿的呢 就是我们FILA世界公民服 我们衣服的材料采用的都是 环保回收杀面料 是从回收塑料瓶 回收旧衣服 以及旧纱布和生物机中所提取到的 循环利用回收物质 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为地球来减负哦 所以呢 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 关于轻生活的概念和环保小知识 我不知道一新有没有发现 自己身上的这套衣物 其实这么有玄机所在 是的 是的 非常好奇 嗯 那我们稍后来一一的 给大家来解密好不好 可以可以 嗯 好 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 小小的互动要考验一下一新啊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除了我们的 呃 一些力所能及的 像关灯啊 节能这样的事情 其实垃圾氛围在我们地毯生活中 也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呢准备了一些题目啊 要请一新来告诉我们判断一下 哪一些属于干垃圾 哪一些属于湿垃圾 那我们给一新准备的这个道具呢 是一个yes or no的手举牌 好的 嗯 我们请一新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的答案好不好 嗯 好 好 那如果一新你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 快问快答yes or no的环节了 来吧 好 请问第一题 鸡蛋鸡蛋壳是干垃圾吗 呃 不是 不是 诶 回答正确 好 餐巾纸是湿垃圾吗 呃 不是 不是 又答对了 请问宠物饲料是湿垃圾吗 是的 诶 很厉害哦 来 加一下难度 旧衣服是干垃圾吗 不是 哦 不是 不要翻错了 来 我们继续来听题 那橡皮泥是有害垃圾吗 不是 好 这个回答特别的果断啊 那请问电线杆是干垃圾吗 呃 不是 厉害了 来 油漆笔是有害垃圾吗 是的 嗯 答对了 那破碎的陶瓷碗是干垃圾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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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了 那窗口贴是干垃圾吗 是的 好 哇 太厉害了 我们的逸心 每一道题都答对了 所以我想问逸心 所以你平时自己会践行垃圾分类这样的生活方式吗 对对对对 会多多少少参与一些 对 嗯 说得很棒啊 而且呢我们刚才通过题目里面提到的这一些物品 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些物品啊 所以呢不知道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和我们一星在一起答题的同时 是不是也再一次的对于我们的垃圾分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呢 那我们还记得啊一星之前在一档其他的综艺节目里面也进行过在海洋里面食这个废旧衣物的这样的行为 能不能跟我们来简单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呢 节目里面是捡垃圾嘛 嗯 对那有捡到过一些 对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奇奇怪怪的东西 嗯 可能就是塑料吧 塑料 嗯 那其实像这些塑料啊 就是平时大家可能没有践行到垃圾分类 或者说其实我们去海边也好去旅游景点也好 我们应该随身把自己的垃圾都带走 然后分类回收 这样才是我们的一种正确的低碳生活的态度啊 是 那我之前好像是在节目里有看到过 诶 有时候在海洋里面的垃圾其实不仅仅只有像塑料啊 塑料瓶这种常见的 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废弃的漁网啊 有的 废弃的衣物啊 这种 你有碰到过吗 嗯 有 有遇到过 所以捡到的时候啊 的确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说 诶 这种东西不应该出现在海里 但是它恰恰也出现在了我们的海洋里面 所以呢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 菲拉世界公民服 就是一星身上穿的 我们采用了可再生的环保材料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 减小对于地球的负担 所以呢大家同样可以关注 8月8日至8月10日 菲拉天猫超级品牌日 以及菲拉天猫旗舰店 更多细节和惊喜福利 等你来领取哦 好那刚刚其实通过和一星的对话 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一星在生活中 也是一直在践行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啊 那大家是否会好奇说 诶如果我们的身边出现了垃圾之后 这个分类之后的垃圾又会如何被处理呢 那在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请到了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垃圾管理议题负责人 环保工艺资深从业者 杨子毅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和我们分享啊环保的知识 那一星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杨子毅老师好吗 好 来有请杨子毅老师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来有请 欢迎 欢迎杨老师 来 杨老师好 好 我们请一星站到这个位置啊 是 那今天也是二位第一次见面啊 那我们先请杨老师跟我们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好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子毅 其实也算是一个环保的爱好者 那目前也是一个全职的环保工艺人 哇 那非常欢迎杨老师可以今天做客我们的现场啊 那听说呢您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热爱 并且践行这个环保工艺 参与垃圾污染治理问题 已经超过有十年的时间了 那今天来到现场能不能也跟我们来简单分享一下 您之前以往的这些环保的故事呢 当然可以 其实最早的话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的专业是环境工程 会更偏向于做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那简单来说就是怎么去处理我们人类产生的各种垃圾 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垃圾里面呢 处理垃圾的比率很大 那可能会达到一半以上 所以当时呢我的一位导师 又是研究蚯蚓的一个生态学的专家 我们就在想那能不能借助蚯蚓的这种很强的消化能力 去真的去放到每家每户来处理我们产生的这种处理垃圾 所以我们当时就采用了一种工艺的形式 去筹集到了一些相关的资金和相关的支持 那一方面呢我们会在实验室去做一些探索 另一方面我们会到定期的到居民的家里面去指导 他们真正的使用这种蚯蚓的垃圾处理箱 来处理自己的垃圾 所以第一开始其实大家的反馈还是有点排斥的 但是随着慢慢大家去习惯使用这种方式 其实会觉得越来越会把它当成家里的一份子 会当成宠物一样去对待 那到最后呢其实大家也会去跟邻居去分享 比如说蚯蚓会产生它的蚯蚓粪 其实非常好的一种有机的这种肥料 那他们会分给邻居去做这种种花种草 那而且有的时候邻居可能会跑过来说 我们能不能借几个蚯蚓去钓鱼 一开始他们说OK的 但是后来他们就会不行 这是我的我家里的成员之一 我不能拿给你会很舍不得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带给我的触动很挺大的 就是它会让我觉得垃圾处理或者是 环境治理这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到其中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 可能希望说我们全民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行动中 才能带来更大的一个环境效益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触动很大 就是那个时候让我看到了公益这种形式 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希望 也真的会带给很多就是很有效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当年的一个公益小白 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全职工益人 哇说的很棒 太酷了 是 那我想来问一问一新啊 你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个 用蚯蚓来处理厨余垃圾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第一次听到 非常非常有创新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而且这一点其实挺难想象的 一新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杨老师有一天突然来到你的身边 跟您说有这样的一种处于垃圾的处理方式 您第一反应是会接受呢 还是会稍稍的犹豫一下呢 我觉得是接受的 接受的 我喜欢各种各样不同的尝试 新鲜的尝试 是 只要这个事情本身它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怎么都应该尝试一下 哇我们一新还是非常敢于尝试的 并且也是说到了 只要是对于环保好的行为 我们都会来这样的做尝试 那其实刚刚杨老师也有说到 其实一开始可能会有很多朋友 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对吗 所以我想问问您 如果碰到一开始 这个身边的朋友 不是特别能接受 您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慢慢的引导 或者去让他们来接受您的建议和方式呢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 先自己做起来 然后慢慢的去陪伴他 去慢慢接受这个 其实关于秋远这个事情 很多孩子或者是成人 会觉得他有点像蛇 会很害怕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养不好的话 蚯蚓也会爬出来 那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 跟孩子交流的时候 把蚯蚓放在手掌 然后给他们去接近 给他们去亲近 大家也会慢慢觉得 这个其实是没有伤害的 而且很可爱的一种小的生物 就会慢慢的去接受 然后慢慢的去采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是 我觉得杨老师的一个观点很好 身体力行啊 就是你只有自己先做起来 才可以感染到身边的朋友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想要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真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 从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开始 并且呢用自己的行动来呼吁 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做 那在这里也想问一问益心 您会有时候会呼吁身边的朋友 或者说是同事来注意到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吗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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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比如说让他们走之前 把这个公司的灯啊 电 水电都关掉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必须要做的 对 在这个员工手册里面是有写的应该 哦 果然是一位非常非常好 并且呢这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老板 的确这一些小事情 可能大家看似不经意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日积月累 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累积的作用 那我想来问一问我们的杨老师啊 您在平时的生活中 其实会涉猎到很多不同种类的垃圾嘛 所以在近期 会不会碰到过一些 涉及旧的衣物的这些处理呢 其实是会的 就是我们除了去 资助和支持很多伙伴 去做垃圾分类的倡导和实践 其实我们也会关注 那我们尤其是把可回收物 分离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会更好的去循环利用它 那一个很典型的类别 就是我们的废旧仿制品 因为其实随着大家现在对高品的生活 对史上的关注都越来越高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真的有很多的 越来越多的仿制品 就是变成了废旧的物品 那我们也会支持伙伴去做一些探索 比如说把这些废旧的衣物 进行一个精准的捐赠 真正的去转交给更需要它们的人群 那同时也会去陪伴一些伙伴 比如说利用我们的废旧的颜料瓶 或者是废旧的一些其他的材料 进行一个循环再生 把它们变成新的产品 其实我们也在希望说通过这种形式 来去降低大家对这种废旧物 或者是循环材料的一些误解 或者一些排斥 来慢慢改变大家的一种观点 嗯 说得很棒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废旧衣物的处理 可能我们平常的朋友 第一想到的就是什么做捐赠 对 我们可以把这些废旧的衣物 来捐献给山区的朋友 或者说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朋友 但是今天听完杨老师的介绍 好像让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思路 一心 如果你平时有一些这个废旧的衣物的话 会不会和我们公司的同事一起 把它们捐献给更有需要的人呢 呃 我觉得只要是我可能 周围所有的我能够提供的帮助 不仅是衣物啊 只要是能够提供到帮助的地方 我一般都会尽自己的一份能力 说得很棒啊 其实我们就是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就可以为我们的环保事业 尽上一大步的力 那其实我们也不仅可以参与到 除以垃圾的再利用 也可以从垃圾分类日常消费中呢 参与到废旧衣物的回收和利用 那今天我们杨老师介绍了这么多 诶 一心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 向杨老师请教的问题 不妨也可以借今天的机会来问一问 对 其实Fila这次做的 像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 就是融入了回收物质嘛 像有塑料啊 废纱布啊 对 是不是这样融入了这些回收物质以后 会让这个环境会更加友好 嗯 其实我认为会的 因为通过我们更多的去利用这种循环的材料 其实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对原材料 和其他的这种地球资源的深度的损耗 那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我们通过对非旧纺织品的一些回收利用 那通过对非旧饮料瓶的一些清洁和再利用 其实就会把它们融入到我们新的产品里面去 然后让他们更持久的陪伴我们的生活 那反而不会说通过我们快速的消费 快速的抛弃 就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垃圾碎片 或者是像是海洋塑料 那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自然环境 破坏我们整个的生态系统 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嗯 是的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更多的企业可以关注到这一点啊 可以把一些可回收可再生的材料 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衣物处理里面 那就像刚刚我们杨老师所说的 我们一心穿着的这一个系列的服装 它其实就部分使用到了像非旧塑料瓶啊 以及非纱布的材质啊 所以说再循环材质的运用呢 也是一种对环境友好的低碳方式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能对于我们寻常的百姓来说 还是比较难做到的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有没有一些我们在生活中 身体力行可以做到的 一些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呢 或者是行为 有啊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其实有挺多的 可以去真的践行低碳生活这种理念 就像刚才一心提到的 我们可能在每天的居家生活当中 去节约水 节约用电 来避免一些待机的能耗 和不必要的浪费 那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很熟悉的 这种绿色低碳交通 比如说在一些距离很近的地方 对 那我们可以用走路 或者是骑单车的方式 那可能稍微长一点的距离 我们更推荐大家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 那在这里呢 可能我更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一个 另外一点就是一个零废气的理念 那在我们现在的生活 其实我们的物质的资源 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会更建议大家去 慢慢的在生活里面 进行零废气这样的一个小的理念 或者是一个小的习惯 那具体怎么做呢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尽量去做到 源头减量 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尽量去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消费 尤其是这种一次性塑料啊 这些一次性的消费 那第二个呢就是 对于我们已经购买的产品 尽量的去多使用它 来延长它陪伴我们的时间 那对于第三类的话 就是我们要真的去分类回收 因为对我们废弃到的产品 我们把它很好的去分类回收之后 才能帮助他们进入到新的循环 变成新的产品 那我觉得大家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通过这种小小的改变 其实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人类生活 对整个环境带来的负担 那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我也想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在野营之后 也要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 是 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啊 也是刚好贴近了我们的主题 因为刚好在夏天的时候 很多朋友会选择 露营的方式去避避鼠 来清净一下大自然 但是呢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出行方式 可能就会让大家 遗漏了这个废弃垃圾的处理 回收的问题 所以就像杨老师说的 虽然我们今天现场 特别有露营的感觉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啊 露营之后也好 我们去旅游也好 一定要随身的 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然后呢进行垃圾分类 这样才是更好的一个 低碳环保的行为啊 那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有请到我们 专业的资深环保人士 来到我们的现场 和我们分享这些 更为专业和权威的知识 所以不知道 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拿小笔记本 记下来这些要点了呢 当然不仅仅是要记下来哦 更是希望大家 大家在生活中 身体力行的去做到 这样子才可以 为我们的环保事业 来添砖加瓦啊 那其实呢我们目前啊 环保事业 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 不仅离不开 像我们杨慈怡老师 这样专业的 环保人士 公益人士的一个 引领和践行 更重要的 其实我们是通过了 几代环保人的努力 才可以取得如今的好成绩啊 那也非常感谢你们 对于环保事业 不断的在奉献自己啊 所以一心 今天我们是有请到了像 杨老师这样的 环保人士工艺人士 来到现场 你有没有想对 杨老师这样的人群 所说的话呢 可以是鼓励 可以是 首先我致敬所有的这个 公益环保的 这些工作人员们 和老师们 对 谢谢你们 然后我觉得 在公益环保的 这个事情上面 往往都是从这些细节 小事做起 从自身做起 然后我们一起守护 这个共同的家园 哇 说得很棒 那我们同样也要 再次感谢杨子怡老师 也谢谢像您这样的 公益环保者 一直以来为我们所做出的 环境的贡献 谢谢您为我们 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谢谢 谢谢你们 可以上时休息一下 谢谢 的确今天很开心 可以看到这样 专业的环保人士 来到现场 的确我相信 一心此时此刻也是 受到了一些触动的 我觉得在今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 继续的身体力行 去做一些环保的行为 并且用自己的行为 去感染更多的人呢 是的 是的 应该的 这是应该做的 是的 刚刚在我们杨老师的分享中呢 我们也有感受到啊 守护地球 其实不仅仅是 环保人士的工作 也是每一位 我们世界公民 所应该做到的事情 那即使我们 没有全身心的 投入到环保事业中 也可以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小事 来支持我们的环保事业 那其实在生活中呢 我们也会接触到 很多需要低碳生活的场景啊 那今天呢 我们同样还准备了一个 小小的互动环节 我们通过一些 emoji的题目啊 要请一心来和我们猜一猜 这些emoji的表情 所代表的一些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好的 来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请一心跟我们一起 移步到这里来一起看一看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题板上呢 我们是用emoji的表情呢 来描绘了一些低碳环保的方式 不知道一心看到这些题目之后 会有怎样的想法 那我们一题一题来解答好不好 好 那我们第一题 最上面这一个 看到有人在跑步 公交车 自行车 低碳出行嘛 低碳出行 来 我们揭开看一看 好 恭喜答对了 就是低碳出行 自己准备购物袋 自己准备购物袋 哎 没错 第三个 就是拔掉这个 拔掉这个电源的插头 好 拔掉这个插头 对 拔掉非使用时的电视 对 一定要是 非使用的时候 大家记得要把插头 给及时的关掉 拔掉它啊 来 看这一题 可回收垃圾 可回收垃圾 哇 这题答得好快 答对了 好了 接下来 嗯 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有点抽象 咖啡 咖啡 咖啡跟植物 有什么联系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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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绿植 咖啡 咖啡 可能有点难养绿植 但是我们的咖啡渣 那些磨完的咖啡粉末 哦 你可以作为这个培土的土壤 来养育植物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道题目是 咖啡渣养绿植 嗯 好 那恭喜一新啊 第一块版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还有一块版的题目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不用 不用 不用这个塑料吧 应该是 不用一次性的 杯子 不用一次性杯 嗯 这个呢 自带餐具 自带餐具 哎 非常不错 这个呢 这个可能有一点点难哦 OK 这是牛奶的吧 看上去有点像 可以发挥一下您的想象力 所以 我想象到我一个另外代言的奶制品 您可以不把它想成牛奶 您就可以想想我们平时日常出门的时候 你渴了会做什么 然后 针对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我 出行 带奶 出行渴了的话 会不会随手在这个路边的小店里面 买这个瓶装水 或者瓶装饮料呢 呃 对 会 是 但是每一次我们喝完瓶装水瓶装饮料的这个塑料瓶 其实也是一种垃圾 嗯 那么怎么样可以减少这一种垃圾的诞生呢 哇这个 可以自带什么吗 自带水 自带水杯 好不好 好 对 对 不一定要自带水我们可以自带水杯对不对 随时随地想喝什么就可以去接一点对吧 好 那恭喜我们的一星啊 还是非常迅速的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些题目都解答出来 而且其实我们通过这些emoji的表情呢 也是为大家来解读了一些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力所能及的一些生活方式 是 这些其实大家在日常中都可以做得到 是 而且做起来并不难 也很方便啊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也很开心跟一星一起完成了非常多的任务挑战啊 那其实刚才呢我们这一些都是问答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一星比较擅长的 也就是记性freestyle的环节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里先卖一个小小的悬念啊 那因为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把现场布置一空 那么大家可以一起通过镜头来看一看 今天有没有现场可以让一星来发挥freestyle的场景呢 一星你也可以自己来找一找 哦 我知道了 是那个锅吧 用锅来创造freestyle吗 这可以吗 我以为是你们让我做饭 那今天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这个做饭不是很方便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跟音乐有关 我们是音乐露营之旅 所以不妨给我们来一点音乐好不好 这个吗 这个鼓是吧 这个是不是看上去很像鼓 这个是 这其实是我们一些废旧的一些桶 但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它回收过来 看看一星能不能记性的把它作为一个乐器 怎么样 好像听出来有一点韵律感哦 而且声音还有不同 我们还准备了这个鼓锤 哎 看得出来我们的一星已经开始摸索我们这个乐器的freestyle玩法了哦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弹幕里面也看到很多贝壳都说 能不能请一星给我们来寄信的玩乐器来一个freestyle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TME和飞兰呢就一起满足大家的心愿了哦 那接下来的时间 一星你准备好用我们的这一些道具来完成freestyle了吗 刚刚我已经敲完了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 刚刚这样这么快吗 对 这么突然吗 也不突然了我一直在敲啊 哎呀那那怪我怪我一直在给大家做解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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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您解说特别好 您特别不容易我看您手卡这么厚 没有没有 今天其实我们为我们线上的各位贝壳朋友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福利 那就是要请一星啊用这些特别的乐器来给我们用一些关键词做一些寄信的演绎 所以刚刚一星的确是freestyle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命题freestyle的环节了 是 那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提卡 来 我们其实今天呢准备了六个关键词 要请一星呢随机的从这些关键词里面选两组 并且呢用您的这个寄信的音乐 来把关键词融入到您的音乐里面 首先选贝壳 然后自然 这么快就说出来吗 我们先不说好不好 不说 不说答案 我们要请大家来猜一猜 好不好 OK 那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词语啊 有Captor 优雅 清心 贝壳 自然 清生活 刚刚好像一星有说了一个词儿 不知道 待会儿会不会改呢 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地酝酿一下好不好 如果一星你准备好了就可以来开始咯 那我们也请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到底一星演奏的关键词是什么 好 好 对对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词 第一个词 第一段演奏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里面大家猜的情况好不好 很多朋友说是贝壳 那 其实刚刚贝壳这个词儿一星有自己说出来过 所以一星他们的答案对吗 不对 不对耶 好 看来加难度了 我们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再来猜一猜 这个词是什么好不好 一星有没有什么提示可以给我们直播间小伙伴一些呢 就你们去想这个节奏型 节奏 然后结合我们这六个关键词啊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们再听一下这个节奏型 好 再来一次 我觉得很有韵律感 但是看到这六个词儿又感觉好像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小巧思 有说清新的 有说自然的 诶 有对的哦 有对的 刚刚这个词里面有对的哦 有对的 嗯 那是清新还是自然呢 是自然 自然 自然 一星能不能跟我们来解读一下 对 因为它的整体的整体这个节奏型就像那个 呃 比较jungle嘛 嗯 比较jungle 对 很有丛林感觉 对对对对 包括今天我们的整体这个呃 呃这个布景也是比较丛林的感觉嘛 森林的感觉嘛 是 所以这个节奏型就比较适合 这种自然 是的 那第一个关键词是自然哦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五个词语可以供 第二个是吧 对一星来选择 来我们一起来听吧 结束了 结束了 这个应该也好猜 应该也难猜 对 又好猜又难猜 你们要注意看我的动作跟听这个声音 看动作 哦 我好像 有一点点思路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六个词里面啊 可能 有一个词跟 动作会有一点点关系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 呃 我们今天线上来了很多很多的贝壳 所以大家都在发送贝壳贝壳贝壳 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答案呢 现在我看到的答案都是贝壳 所以一星 这个是贝壳吗 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好呀 就是贝壳 好恭喜大家答对了 需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 可以跟我们的贝壳们来说一说 呃 因为 硬啊 钢铁贝壳啊 我的贝壳是 钢铁贝壳 哇 说的就是我们线上的你们哦 所以我们的各位钢铁贝壳 一定要继续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一星更多更好的作品好不好 而且呢 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像贝壳一样的坚硬啊 一起来践行我们的低碳环保的生活态度 诶 一星那我们要不要再玩一轮 都用这个鼓吗 呃 那就再来一个吧 我看看哦 再来一个哦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乐器啊 待会也可以用一用 诶 诶 诶 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一段旋律会有怎样的解读 看看这一段是哪一个词呢 我看到有说是清新的 有说是轻生活的 一新有听到正确答案了吗 对 轻生活是对的 轻生活能不能跟我们来解读一下 对 比较R&B的这种古典律动嘛 然后其实也是比较都市的感觉 是 轻生活 哇 太厉害了 其实我今天一开始看到这些桶的时候 我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打鼓 而我在想 这些难道真的能敲出不同的韵律来 但是大家发现了我们一心 就目锁了一下下 就已经把我们的这个 看上去不起眼的桶 作为乐器玩起来了 应该的应该的 一个音乐人的 专业素养对不对 是 真的很棒啊 那其实今天现场除了有我们这个 即兴的材料还有很多的精彩的环节啊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一心给我们带来的 这样一个季性freestyle的这个环节的确啊 让我们看到了一心身为音乐人的这种 满满的创作力创造力 谢谢一心 谢谢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来收一下皮卡 是的 那刚才这一段我们呢 各位贝壳们是不是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呢 的确啊 我们刚才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一心一起来玩了我们的音乐 那也是贴合了我们今天主题啊 我们今天是这个音乐露营之旅 并且呢 在我们今天主题中呢 又看到了很多和我们的环保低碳 所有关的一些概念和知识 所以不知道我们线上的各位小伙伴 是不是get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一些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呢 那其实大家也发现了 我们身边这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 被大家视为是垃圾的东西 其实我们换一种方式就可以变废为宝 让它变成我们身边的乐器 或者作为更多有想象力 有创造力的物件 可以再一次的再回收再利用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创造力啊 那其实刚才呢 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创新是 源源不断创新无处不在 就像我们一心今天所穿的这一套服装啊 也是我们飞拉世界公民系列 我们有说到它创新利用了一些 可再生可回收的材料在里面 那其实这一套服饰 它不仅是材质上非常的亮眼啊 其实这一套的搭配 跟我们今天的场景也非常的贴切 一心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 今天这样一套充满了户外感的设计 你有什么样的搭配心得呢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感受 舒适 自在 很轻 舒适 自在 很轻 对 对 而且我们还采用了可再生的环保材料 很环保 没错 没错 是的 那我们飞拉世界公民服搭配呼吸板鞋 让大家一起亲生活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线上的内容 可以让大家一同来感受到我们的低碳环保的行动所在 那互动的最后呢 我们还为一心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体验方式 那一心要不我们再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完成它吧 好呀 来 有请 其实这个互动方式跟刚刚我们的emoji答题有一点小小的关联 我不知道一心还记不记得刚才有一道题 其实你一开始是没有答出来的 就是那个咖啡渣植物的那道题目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呢有说到这个就是把咖啡渣作为我们的土壤 可以来培育植物 那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三个装满了咖啡渣的罐头 并且呢还准备了五种不同的植物的种子 对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一同分享一下啊 而且不同的种子它有不同的花语 第一个是我们的绣球花 它的花语是永恒 美满和团聚 那第二种种子呢是我们的凤伟兰 它的花语呢是绽放的希望 那第三个植物呢是我们的波斯菊 它的花语呢是快乐坚强 第四种植物呢是我们的风铃草 它的花语是祝福 感谢和牵挂 那第五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雏菊了 它的花语是天真和平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把这五种植物的种子带到了我们的现场啊 我们请一心来帮我们来挑选三种不同的植物种子 并且把它亲手放到我们的这一个咖啡沙的罐子里面 让它可以茁壮成长好不好 这个屏幕是直播屏幕吗 对 你可以看看大家的互动 大家想要种什么种子 大家想要种什么种子 可以发送到我们评论区的弹幕里面 让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好 可能谢谢大家还没有听到我们一心的这个呼唤啊 来 给大家一点时间 你们想看一心种哪三种植物的种子都可以把它发送到我们弹幕的评论区里面好不好 我看到了秀球花 我看到一个秀球花 嗯 还有哪个人气高一点的 我先把秀球花找出来啊 我们秀球花的花语是永恒美满团聚 哎 秀球花 嗯 然后 还有紫色那个 紫色的 哦 看一下 它应该说的那个 波斯菊吗 波斯菊吗 它有两个紫色的 一个是枫林草 一个是波斯菊 是哪个 是哪个 大家可以想看哪一个植物 可以继续的发送弹幕哦 橱菊 橱菊 橱菊也有 对 橱菊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准备了我们的橱菊的种子 OK 你们 你们要 哦 枫林草 好的 枫林草 哇 真的 大家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那就请一心来最终做决定吧 枫林草 然后秀球花 嗯 然后 还有什么 枫林草 枫林草 枫球花 再选一个 这没脸 他说要种脸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哦 还有 波斯菊啊 波斯菊 就是这一个 快乐坚强 嗯 行 好嘞 那就这三个了好吗 好的 好 那我们可以 看一看 这个盒子里面 其实我们是有装了 五种不同的种子 所以一心第一个打算来种 哪一种植物的种子呢 呃 先种 谢谢 先种这个 凤林草 好 先 先种我们的凤林草 把祝福 感谢和牵挂 送给我们 线上的各位朋友们 好 这个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咖啡渣 而且刚才其实前面也有其他的嘉宾 在这个手磨完咖啡之后 我们也是把这个咖啡渣来利用起来 作为我们的土壤来培植植物 这也是一种非常环保的一个新型的方式 所以一心应该日常在生活中 第一次接触到吧 种的不多 种的不多 种的不 不算 不算第一次吧 但种的不多 嗯 好 那我们一心是把代表着祝福 感谢和牵挂的凤林草 已经种在了我们的这一个咖啡渣里面了 好 那我们来第二个 第二个一心会选择种哪个呢 种这个绣球花吧 永恒美满团剧 永恒美满团剧的绣球花 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 是 我们看到一心是很小心翼翼的 用手来培土 还要把它压得严实一点对吧 对 好的 第二款绣球花也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可以放在一边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种 波斯局吧 代表快乐和坚强 贝壳啊 希望贝壳 这个像波斯局一样啊 快乐坚强 是 希望我们所有的贝壳 都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钢铁贝壳一样啊 快乐而又坚强 是 好的 来我们有请一心 差不多完成了 哇真的 太棒了 今天呢我们的一心 轻手力行的向我们来这个传递了环保低碳的力量 谢谢一心 谢谢 好 那我也想来问一问一心啊 刚刚选择了这三种不同的种子 是因为我们贝壳的提议还是您自己心里面也会被他们的这个花语所感染到呢 一个是花语嘛 一个是被他们的花语所感染 而一个也是 在都是非常好的寓意的种子里面 跟贝壳一起做了这样的选择 去种下这种希望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贝壳可以继续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一心 来一同的身体力行的来践行环保的事业 好 那再又来插播一个问题啊 那一心如果今天这三个您亲手种的这个植物作为礼物的话 您会希望把它送给谁呢 那当然送给贝壳了 送给贝壳 哇 真的 一心好充分 所以有机会一定要送给他们好不好 你们不是要搞一个什么抽奖 给他们抽过去吗 不搞吗 没有啊 那这个就看我们稍后在这场直播结束之后会不会有额外的惊喜好不好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说不定我们一心的亲手种的这三个就会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大家了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和支持 好 那时间过得很快啊 今天呢我们和一心相关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尾声 那最后呢一心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今天一直关注您的贝壳们来说的 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样美好的夜晚 感谢贝壳 感谢TME 感谢主持人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们 我希望我们可以低碳生活 践行工艺 一起保护环境 保护地球 哇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一心啊 今天呢 非常感谢一心可以来到我们由腾讯 TME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菲拉天猫超级品牌日 联合呈现的探寻优雅轻生活音乐露营之旅 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露营之旅虽然就要告下一个段落了 但是呢还是要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记得8月8日至8月10日菲拉官方超级品牌日 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就到此告下一个段落了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一心 拜拜 谢谢你 谢谢各位 再见